來看到海巡人員 在這個小金門海域 用望遠鏡看到一名男子徒手 滑著橡皮挺緩緩前進 後來上前攔查 這男子居然說 他想到臺灣學佛 嚮往自由 才會挺而走險 全部都拿出來 頭戴鴨舌帽 身穿舊聲音的中國男子 聽從海巡人員指示 不斷從隨身包包中翻出包覆塑膠袋的 生活用品 旁邊這艘迷你橡皮挺塞了滿滿糧食 海巡隊二十二號中午十一點多 在小金門北面海域 發現一艘橡皮挺心境可疑 開啟雷達用望遠鏡鎖定 一望無際的汪洋上 這些男子徒手滑獎 這身迷你船艇中 行駛速度緩慢 看起來相當吃力 才剛越過中線 就遭到金門海巡攔薩 詢問偷渡原因 他竟然語出驚人說是上網自由 想來臺灣學佛 靠著想學佛的力量挺著走險 徒手滑獎越過大海 雖然這說法讓海巡人員相當懷疑 還是先依照規定穿上防護衣做核酸檢測 隔離十四天後再將他移送法辦 只是金門六天內查獲三起偷渡案 外界猜測可能跟近期中國放寬 漁船出海限制有關 加上廈門距離小金門很近 才讓偷渡客更加蠢蠢欲動 記者葉金雄金門報道 人員 人員